我的父亲庄泽洞,做官两年,倒霉几十年。45岁的庄标不停地奔走在医院大门口和太平间之间,去接一波又一波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客人。2013年2月28日的早上,北京城先是大雾,然后大风,接受告别的是他父亲。 享年73岁的庄泽洞,曾经连续获得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运动员,来得名人不少,不存心,陈鲁裕,陈哲,但唯独不见体育系统的人,甚至包括庄泽洞的队友和学生,有人私下表示接到了通知。 不得参加庄泽洞一体告别会,没有人愿意公开证实这条通知是真是假的,但他们都因为种种原因缺席了告别会,包括那些已经订好了机票的人。 他的人生这一辈子辉煌壮丽,肯定不辜负这四个字,庄标告诉记者。 1. 第一个信号背后,庄标原先叫庄标,父亲给取的名字。 他三岁时林彪出世,中国很多代彪的名字都纷纷改名,他也不例外。 他出生时,父亲庄泽洞已经是万众瞩目的冠军。 1960年代,新中国没有多少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体育成绩,也没有几个国际体育组织承认这个国家除了乒乓球和国际拼联。 庄泽洞的三连冠,被抬到与民族自信心同等的高度。 在当时的一次全国比赛中,来自广西的年轻运动员梁格亮被庄泽洞打了个三比零,第一反应是很幸福, 很荣幸能跟世界冠军交手。 另一名广西少年,日后成为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王石也是庄泽洞为偶像。 庄去世后,他发微博,用上了民族骄傲这样的词,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不仅是因为冠军,更源于庄泽洞一生最知名的关键词,乒乓外交。 在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 庄泽洞敢于同美国运动员接触和交往,由此使中美20多年的交物得以打破, 开启了两个大国接触乃至最后建交的政治形成。 1971年4月4日上午,参加视频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运动员, 19岁的大学生科恩上错班车,登上了中国队从居住地开往训练场馆的大坝, 发现后值得尴尬地站在车门口,坐在第一排右侧的庄泽洞主动和科恩握手, 并通过翻译表示欢迎,最后还送给他一副杭州之锦, 秀的是黄身风光。 那幅之锦,其实每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包里都有, 是专门准备送给外国运动员的。 坐在庄泽洞身边的教练庄家富没有动, 心里有些紧张,但并不太害怕。 他回忆说,当时报纸上登的, 中国和美国大使在波兰会谈多少次, 我都看见了,就知道出不了大事。 主席都说过,我们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相区别, 坐在庄泽洞后面的,是被他打了三比零的梁哥亮。 下了车,科恩拉着他非要练习一下, 梁哥亮问了问领队,行吗? 领队点了点头,两人在一张台子前对练起来。 说实话,他其实就是个三四流的水平, 梁哥亮这一评价并不苛刻。 在第三十一届世评赛上, 科恩没有取得任何奖牌, 之后也在为代表美国队参加国际比赛, 但这也不重要。 第二天,他买了一件运动衫回赠庄泽洞, 两人握手的大照片出现在全世界各种媒体上。 随后,再入史册的一个个细节顺理成章, 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问中国, 等深夜十一点批准同意。 第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确切地说应该是这样, 中国和美国都想相互接近, 只是一时还没找到机会。 他,庄泽洞,勇敢地发出了第一个信号, 与庄泽洞相交数十年的中国传记文学协会会长, 原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万博敖说, 回过头来看, 发出第一个信号, 背负着极大的风险。 那个年代, 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碰到美国大使都装着没看见, 家里有个美国亲属很可能被定为特务, 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 体育系统, 外交系统都不敢做主, 一直请示到周总理, 总理也不敢批准, 送到摁手中, 人事业惊醒, 叫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邀请。 1971年4月13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欢迎仪式, 欢迎前来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中美两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了友谊比赛, 装标稍大一点的时候才知道, 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把父亲的行为初步定性为外交事件, 驻日使馆已经决定连夜打发他回国, 追究责任, 只是考虑到影响太大而未敢付诸实实, 如果不是功臣, 回来就是囚犯了, 他肯定进监狱装标回头来看,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握手, 父亲大概只会被写进体育实力, 冠军给我抓住他。 装则栋随后被周总理钦点为中国乒乓球访美代表团团长, 圆满完成访美任务, 回国没多久, 被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那时候装标才三岁, 待他稍有记忆时, 却常见父亲和母亲, 舅舅, 舅妈, 吵得面红耳赤。 他的母亲, 现年73岁的钢琴家鲍辉桥在告别意识开始前就赶到了现场, 装标搀扶着他, 在数百名宾客注视下走进大厅, 稍后, 他在一位亲属搀扶下提前离开, 他们离婚已经28年了, 我母亲家这边对政治有着比较明晰的判断, 整人的人, 你跟着他走, 装标回忆, 青云直上的父亲成为江青的宠臣, 卷入政治斗争, 母亲坚决反对但无济于事, 关于父亲的八卦开始在全国流传,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关于装泽洞和江青的关系, 原人民日报社记者, 郭小传的女儿郭小林, 在郭小传与王猛装泽洞一文的后话中提到过,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装装泽洞时, 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 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 他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有人当面问过装泽洞与江青的传闻, 装一口否认, 只说有一次在江青办公室抓麻雀, 被他打了一下屁股, 说冠军, 给我抓住他, 1974年12月, 34岁就坐上国家题为主任高位的庄泽洞, 迅速提出了不要专业, 要为工农兵服务等口号, 他和他的手下借机整了不少人, 这笔账自然都要算到他头上, 尽管他始终对周总理感恩有加, 但无法改变人们将他看成四人帮的一档, 梁哥亮在电视上看见, 在周总理的葬礼上, 庄泽洞和江青并肩站在一起, 他在那儿笑呢, 你说我爸整人, 你说整了吗, 那种年代下肯定整过, 但肯定不是大规模的, 不是血淋淋的装标回忆, 抱会桥在医院生第二个孩子时, 庄泽洞像个大领导, 躲着步, 带着一个随从进病房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说是要去接见外宾, 庄标现在还记得, 唐山大地震后, 母亲小拉扯着两个孩子, 和三个七群上下的老人, 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搭了一个地震棚, 住了两个多月, 在庄标的记忆里, 父亲没有去看过一眼, 庄标自小随目学习钢琴, 后加入队乐队, 成为崔剑的键盘手, 他对乒乓球没有什么兴趣, 文革结束, 庄泽洞应声落马, 被关押审查了四年, 四年间, 抱会桥帮他写了无数的申诉, 结果终于下来了,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尘埃落定后, 两人离婚了, 大部分报道说是, 抱会桥提出离婚, 而庄标说, 离婚是庄泽洞提出的, 当初抱会桥决定嫁给他, 正是在文革初期, 庄泽洞每天挨斗, 挨揍的时候, 结婚后, 四波造反派轮番上门抄假, 对庄标来说, 父亲的余音持续到文革结束好多年后, 1987年, 庄标接到中央音乐学院电话通知, 你没考上, 把自己的档案取回去吧, 他拿着档案突然很想知道, 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拆开一看, 街道办写了一张条子, 该生的父亲在文革中,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望你校在录取时予以认真考虑, 二, 必须得赢, 庄标和父亲在体育运动上的唯一交集是围棋, 1998年, 庄泽洞的第二任妻子走走木蹲子的弟弟, 从日本来看姐姐, 姐夫, 说好晚上七点到, 出去吃饭, 庄标五点就到了父亲家, 父亲就提议下盘棋, 你小时候总看你下棋, 也不知道你到底下成什么样, 父亲说, 好啊, 来吧, 我爸的棋风属于还没摆开, 就牛杀在一块了, 第一盘庄标下的认真, 很快就赢了, 他发现父亲脸色不对, 第二盘他又赢了, 第三盘没走几步, 尊子的弟弟已经到了, 这是庄标和他第一次见面, 该去吃饭了, 可父亲不依不饶, 不行, 棋还没下完呢, 庄标赶紧输了他一盘, 父亲教训他, 你要好好下, 胡下可不行, 我说, 咱们吃饭去吧, 不行, 我还输着呢, 再来, 我就赶紧再输他一盘, 还不走没分出胜负来, 走什么, 必须得给我赢第五盘下完, 父亲赢了, 大家总算出去吃饭, 庄标一看表, 九点多了, 必须得赢了你, 极端好胜, 我就这么跟他下过一盘棋, 我就再也不跟他下了庄标术, 过了一段时间, 父亲终于对他说, 你比我吓得好, 我爸那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心理素质极好, 就适合当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庄标有事业和父亲看乒乓球, 父亲的球路从来不求好看, 只要结果, 理想就是啪啪两下, 对手就捡球去了, 摆在他手下, 非常憋屈, 只要结果, 也是那一代中国体育事业的风格, 1961年, 第26届世兵赛在北京决赛时, 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单前四名, 主管体育的副总李赫龙决定, 让庄泽洞赢, 因为他来自北京, 可以代表首都, 另外也年轻, 来自上海的徐英省, 李富荣奉命让球, 之后中国利用规则, 又让李富荣连续两届让球, 让庄泽洞成为了三菱冠, 把代表世界拼弹最高荣誉的圣伯来得被复制一座, 保留在中国, 晚年, 庄泽洞不爱多提这段经历, 哪怕是跟自己的儿子, 2004年, 中国拼协主办的三英杯乒乓球比赛在广东中山举行, 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少基参加, 连续打败徐英生和另一位前国手许少发, 第三个轮到庄泽洞上场, 那人陈少基平时经常找世界冠军队练, 球打得很邪, 我跟他庄泽洞说, 你得给体育系统争口气啊, 要不然他回去该吹嘘了, 我打败了三个世界冠军, 作为三老联议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万博敖回忆说, 庄泽洞当时嗡了一声, 那一场他最终将陈少基击败, 庄泽洞晚年一如既往的不服输, 他积极地投身从商, 与别人合作成立了数家乒乓球俱乐部, 还担任庄泽洞国际文化合作公司的名誉董事长, 带着经纪人在全国各地演讲, 他的题字, 合影都成了明码标价的商业元素, 他最爱给人提的字之一是, 爱拼才会赢, 他这人可以说是透明的山西庄泽洞乒乓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赵芳芳感叹, 庄泽洞和他合作十年, 从来没有签过商业合同, 也没有问过利润多少, 我们是君子协定, 靠彼此信任, 另一面是, 庄泽洞也没有按照两人的口头约定, 每两个月来山西一次指导和观摩会员打球, 严格地说, 他也不适合做生意这种评价, 同样来自为庄泽洞提供法律服务的北京律师张启怀, 晚年庄泽洞偶尔被药厂, 保健品厂过去做广告, 合同倒是基本都签, 张启怀审查了这些合同, 发现总有三个特点, 签少, 时间长, 解除不了的陷阱是条款, 他费了好大力气才一一帮庄泽洞作废, 庄泽洞与经纪人将百军的合作于2008年破裂, 那几家庄泽洞乒乓球俱乐部也大多倒闭了, 3.相逢闽安筹, 2013年2月28日上午9时30分, 告别仪式开始, 庄标站在父亲遗体身侧, 与一个葛来宾握手, 他站在第二位, 站首位的是一位戴眼镜的矮胖老太太, 他的继母左左目敦子, 这个出生在中国的日本女性是庄泽洞的乒乓球粉丝, 1987年, 他在庄泽洞最失忆的时候与她结婚, 为此自愿放弃了日本国籍, 并从任职的日本公司辞职, 做了一名家庭主妇, 敦子阿姨把我父亲照顾得非常好, 庄标说, 在父亲晚年患癌症的四年多时间里, 作为病人家属的敦子被一所所医院称为铁人, 他们结婚时, 庄泽洞的两年不及高官经历, 让婚姻登记处不敢接手这桩跨国婚姻, 最后惊动了最高层, 庄泽洞的第二本自传名字就叫邓小平批准我结婚, 由于背着双凯的处分, 他的第一本回忆录《庄与创》出版社不敢碰, 他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万里写信求助, 万里批示, 今后庄泽洞的书一律允许出版, 短短两年的从政经历, 给庄泽洞带来的麻烦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在文革中, 他与当初一同为国争光的队友徐音生, 李富荣交悟, 文革后, 徐, 两二人分别担任过国家体委副主任,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由于他庄泽洞在文革中犯了错误, 中国拼携, 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活动都不便邀请他在中国乒乓球队当了三十年教练的梁友能透露, 1996年, 某省主办一场乒乓球比赛, 请庄泽洞来颁发冠军奖杯, 领导决赛, 突然想起庄跟体育系统的文革夙愿, 后怕了, 马上要打全运会, 万一影响到省体委和国家体委的关系怎么办, 只好去跟他说谎, 今天下午停电, 没法打决赛了他们临时买了一张回京的软卧车票, 想当天晚上把他送回北京, 不料, 下午要找庄泽洞签名的人太多, 被庄泽洞看出来了, 这种局面, 到2002年方得已改变, 不甘寂寞的庄泽洞与商家合作, 成立一家以他命名的乒乓球俱乐部, 庄标问他, 爸, 你不觉得开张仪式上应该请当年的战友来吗? 徐伯伯, 李叔叔他们, 庄泽洞沉默了许久, 几个月后, 庄泽洞在中国新闻社一位朋友的帮助下, 写了一封信, 中国拼写许音生李富荣等领导, 借北京庄泽洞乒乓球国际俱乐部成立之际, 我诚恳地邀请并期待你们的光临, 过去我们是战友, 在文革中有与我犯了错误, 造成了隔阂, 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经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回想起来深感遗憾, 我希望把我们的隔阂结束在上一世纪, 这样对历史也是积极地交代, 当年12月20日, 徐阴生, 李富荣都应邀出席庄泽洞乒乓球俱乐部的成立典礼, 三人握手, 媒体报道为相逢一笑, 敏恩仇, 那一次是我这么多年唯一一次参与的, 去看了看就走了, 没跟任何人打招货, 庄彪笑笑说, 除此之外, 他所有的公开活动我都不参加四, 战队和战错队, 我爸爸这人在政治上来说比较幼稚, 庄彪说, 晚年的庄泽洞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自己在文革中战错队的问题, 我想主席的夫人那是最稳的, 他当时把江青看作一个永不会倒台的靠山, 国际拼联中身荣誉主席徐阴生在微博上发言, 一路走好, 国家体育总局前副局长李富荣曾去庄的病榻前看望他, 然而, 他们仍与绝大多数体育界人士一样, 缺席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后, 庄彪护送父亲的遗体, 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这地点是组织安排的, 他很感谢, 另一件他要感谢的是, 父亲尽管是以北京市少年宫一个乒乓球教练的身份去世, 但治疗癌症的几十万元药费, 仍由财政部和体育总局特批报销, 做官两年, 倒霉几十年是梁哥亮对庄泽栋的评价, 他是受庄泽栋恩惠的人, 1971年去日本参加视频赛之前, 周总理问庄泽栋, 谁可以去这届视频赛, 庄泽栋破格推荐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梁哥亮, 梁岁连打五届视频赛, 成为那一代国手中, 运动生命最长的一个, 在接受采访时, 梁哥亮反复提起, 1969年, 他母亲得了癌症, 庄泽栋带着他, 骑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寻找一种药, 最后他母亲活到2004年, 这是我记着他一辈子几十年间, 他在人前人后一直在对庄泽栋表达感激之情, 梁哥亮没有出席庄泽栋的遗体告别意识, 没有接到通知, 他说得很含糊, 另外两位庄泽栋在体育界的多年老友也都没有出席, 文字作者, 冯祥, 文字源于南方周末, 看了这个视频您有何观感, 请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感谢观看与留言, 内容的出币 showing人影响 那么 psychiatrist也是 一业 权